OK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神 越来越靠近圣诞节了 现在很多公司行号 现在在美国的话 大家可能这几天都是休假在家 美国人这几天都在准备 做大餐 然后准备家庭团聚 不停的电话联系 有外地的孩子 比如说读大学的孩子 要回家了 感谢神 这是家庭团聚的时刻 我们每天在网上 也是跟神一起团聚 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 感谢你 我们每天都有这样的恩赐 我们有这样的美好 每天在读圣经 朗读圣经里面 我们与你相聚 神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 因着有圣灵的引导 所以我们每天越来越坚强 我们的眼睛给打开了 我们的耳朵听见了 我们的脑子非常清楚 神啊我们真的是感谢你 在每一天的灵修的时间里面 你都触摸我们的心灵 你都安抚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让我们真的是把圣经的经文 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让我们知道这样的经文 对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朋友 都是有益的 我们感谢神 让我们能够坚强勇敢 让我们能够把嘴巴张开 让我们愿意去服侍你 让我们愿意把这样的福音传到地极 神啊我们感谢你 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 这样混乱的时代里面 神啊你不丢弃我们 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越发的坚强 谢谢神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把今天所有的事工 都恭恭敬敬地交托在你的手上 求神保守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感谢神 我们这个持续的 感谢朋友也持续的参与 我们网上读经的活动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这个这卷书叫做 The Book of Psalms 这个P是不发音 P Psalms是我们的诗篇 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卷书呢 大部分都是用来赞美耶和华的 与神交流的 我们来看一下 回顾一下十三节 He divided the sea Divided 这个我们很清楚 把海水给分开来了 And let them through 引领他们走过去 穿过去都是through He made water stand firm like a wall 他们让这个水啊 水坚立的站起来 坚强的站起来 水把它站起来 立起来 Stand firm是站立的很坚稳 Like a wall 就像一堵墙一样 一堵墙一样 OK 好 十四节 我们看今天的十四节 十四节呢 He guided them 所以是告诉我们 神怎么样引领这些老百姓 他引领他们用什么方法呢 With the cloud by day 白天是用云彩 用云来引领他们 And with light from the fire all night 整夜呢 all night 整个晚上也是不睡觉 也是引领他们的 整个晚上呢 With light from the fire 从火里面来的光 用火光来引领他们 这个是白天跟晚上的方法 不一样 OK 十五节 He split Split the rocks in the desert 所以在旷野里面呢 他就分开这个大石头 这个rocks不是一般的石头 是磐石 巨大的石头 And gave them water As abundant as the sea 同时呢 他也给他们水喝 给他们水 这个水呢 多得像什么一样 OK As abundant as OK 像什么一样呢 像海水那么多 像海水那么多 像海水里面很深的 深渊 你也可以这样讲 就像这个海水里面的深渊一样 那么深那么多 给他们很多的水喝 好 我们看一下第十六节 He bought strength out of a rocky crack OK 然后呢 这个是讲说 He brought 他把这个泉水 或者是吸水 就是由水流 Broad out of a rocky crack Rocky 是一个石头的裂缝 从石头盘石的裂缝里面呢 他把水 让他们涌出来 流出来 把水带出来 And make water flow down Like rivers 让这个水呢 向下流去 向下流去 就像河一样 像河一样 所以这个水 从石头缝里面出来的时候 本来是streams 是水流 但是呢 他让这个水呢 继续往下流 就像河水一样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水 OK 好 17节 But they continue to sing against him 但是啊 这些老百姓呢 神对他们这么好 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对待他们 但17节里面讲说 他们 continue to sing against him OK 他们 against him 是冒犯神 他们持续继续的 在那里犯罪 冒犯神 继续的这样做 Rebelling in the desert against the most high The most high 我们很清楚 至高者 Rebelling in the desert 他们在这个沙漠里面 在这个旷野里面呢 他们一再的 这个是违背 被叛逆 Rebelling in the desert against the most high 来冒犯这至高者 好 18节 They willfully put God to the test willfully 表示是他们 有故意的 有这个意图 OK 他们心里面就是 有这样的意图 要怎么样呢 put God to the test 他们要试探神 故意要试探神 这个是他们的 心里面的意愿 By demanding the food they craved 用什么方法 来试探神呢 用一种方法 就是要求 OK 要求这个 他们所想要的 特别 特别渴望的 they crave craved 是指 他那个欲望 很强烈 特别 特别 特别想要的 那些食物 By demanding 他们 他们要求 他们特别 想要的 特别渴望的 食物 用这种方法 来试探神 They spoke against God spoke against 指的是 指的是 他们说话 都冒犯神 OK 他们出言冒犯 攻击神 冒犯神 And saying 他们这样说 Can God spread a table In the desert OK Spread a table 是把那个桌子 摆开来 Spread a table 通常我们指的 就是摆开 研习 在神是不是 可以在旷野里面 在那个沙漠里面 来摆个研习 把桌子全部排开 我们来摆研习 摆个宴席 神可以这样做吗 20节 When he struck the rug OK When he struck the rug Water gushed out OK 当他这个 击打这个磐石的时候 这个是过去式 所以过去曾经 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那个时候 击打磐石 Water gushed out Gushed out是指 大量的涌出 OK And stream flowed abundantly Stream是指那些 Stream是指那些急流 那些水流 水流流出来 Aboundantly 是非常的丰富 很多的意思 所以那个水流就是 整个漫溢出来 溢出来了 到处都是 这个水流很丰富的 But can he also give us food OK 他们是这样讲的 注意这句话是接着 上面这半句 上面说 哎呀 神可不可以在这个 矿营里面摆研习啊 把桌子排开来 我们来开个party啊 摆个宴席啊 二十节说 When he struck the rug 他那个时候 这个是 这些老百姓讲的话 他们 他过去几大石 这个石头 水就流出来 哇 流得很丰富 但是呢 很多啊 但是他可不可以 给我们食物啊 他还能够 要更多的东西 神可不可以 给我们食物呢 吃的东西 Can he supply meat for his people 他能不能 供给 OK supply 是供给 他能给我们 供给肉吗 给他的子民 预备肉来吃吗 可以吗 When the Lord heard them 当神听到 他们所说的 这些话以后呢 He was very angry 神非常的生气 His fire broke out against Jacob 他的火 这个是怒火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火 指的是神的怒火 broke out 整个火就 就爆发出来 发作了 against Jacob 就对这个 雅各 就烧起来了 他的怒火 就对着雅各 就烧去了 and his wrath 这个wrath 是他的怒气呢 rosed against Israel 他的怒气 也是要对着 以色列 就上升起来了 rose 是rised 过去是 他的怒火 也就上升了 对着以色列 因为什么缘故 二十二节 因为 OK for they did not believe in God 因为他们不相信神 或者是 trust in his deliverance 或者是他们呢 根本就不依靠 OK 后面这个trust 我们可以讲是 不依靠 不依靠他的拯救 他们不相信神 然后他们也不依靠 神的拯救 神的救恩 这个太过分了 二十三节 yet 然而 he gave a command to the skies above and open the doors of the heavens 但是神做什么事情呢 神却下了个命令 gave a command 给谁呢 给这个天空 穷仓 我们的云顶 给头上的这个天空 skies above 给这个天空 在上面 他是神 所以他可以给天空 更上面的地方 下了个这个命令 吩咐 and open the doors of the heavens 把个各个天门 统统给他 天上的门 都给他打开来 he rained down manna Rain down 这个rain down 不是真的下雨 而是指 那个东西掉下来之多 就像那个雨一样 这么丰沛 他就 马拿 把它降下来 降下来 像雨一样 这么多 给他们吃 所以他降马拿 像雨一样 给这些老百姓吃 for the people to eat he gave them the grain of heaven 他给他们吃的是什么 grain of heaven 指的是天上的 这个五股杂粮 天上的粮食 他把天上的粮食 拿来给这些老百姓吃了 二十五节 men ate the bread of angels angels 这个 这些人 在我们圣经上 很多地方 讲众人的时候 很多都是用男人 men men 所以这些众人呢 大家就吃了什么 吃了天使的食物啊 这是 the bread of angels 这是天使的饼 天使的食物 he sent them all the food they could eat 所以呢 上帝 这个sign 我们可以翻译作 他赐下 他赐了粮食 okay the all the food they could eat 他们 使他们 尽可能的 能吃饱 让他们饱足 吃得饱饱的 好 二十六节 he let loose the east wing from the heavens 同时 he let 他也让 下面的事情 发生 他让什么 发生呢 loose the east wing loose的是 松开 松开 好像 本来是 管制的 现在松开来了 也就把 东边的东风 east wing from the heavens 从天上的这些 东风呢 就把它松开来 放开来了 就开始刮起东风了 okay in he let forth the south wing by his power 然后呢 他又怎么样 by his power 借着他的能力 他运用他的能力呢 left forth okay 也引来了 把它引来了 这个南风 okay south wing by his power 把南风也引来了 东风跟南风 都是非常温和的 都是春天的 柔和的风 都是对我们 很舒服的风 东风跟南风 他没有让他们 刮西北风 是吧 okay 好 再来 接下来 27节 he ran meat down and then like dust 他又开始 神又降什么 降下了 肉 okay 这个是meat 是肉 okay 降下呢 降这个 把这个肉降下来 像雨一样 下给他们 下给他们 下的多少呢 多如尘土一样 like dust dust 是我们的尘土 下了好多好多的肉 给他们 这些肉呢 就像下雨一样 像尘土一样 flying birds like sand on the seashore 然后呢 又降下来 给他们什么 flying birds 除了meat以外 还有flying birds 那些会飞的这些鸟 这些飞鸟 就像沙子一样 like sand on the seashore seashore呢 指的是我们的这个 在海边的时候 海岸边的 那些我们常常在海边的沙滩上 会有很多的这些飞鸟 是吧 就像海鲨一样 把这些 通通都讲给他们 he made them come down inside their camp 而且呢 神还让这些东西呢 不是只是掉在地上 而且是come down inside their camp 进入他们的这个帐篷之中 进入他们的军营之中 就直接下在他们的帐篷搭的地方 all around their tents 就在他们的帐篷的四周 进入他们的营帐中 进入他们的营区 然后在他们的帐篷的四周 29节 they ate till they had more than enough more than enough 是比足够还要更多 more than enough 那就是非常非常的饱足了 所以这些人 他们就继续吃了 吃到什么时候为止呢 吃到他们非常饱足啊 till 直到 till they have more than enough 直到他们吃的比足够 还要更多一点 简直是饱得不得了 for he had given them what they crave 因为神给他们的是什么 神给他们的 他给他们的东西是 what they crave 是他们所欲求的 是他们很想吃的东西 所以神基本上就满足了 他们的这个食欲 满足了他们食欲 好 三十节 but before they turn from the food ok turn from the food they crave 但是在他们 turn from the food ok 指的是那个食物 还正在吃之中 还没有转身 还没有吃完 turn是转过去 他们还没从食物 吃的食物上 离开 ok 他们就做下面的事情 they turn from the food they crave 在他们特别 crave the food 这个food they crave 是他们特别想要的食物 特别想要的食物 都还没有吃完 还没转身呢 even while it was still in their mouths 甚至这个东西 还在他们嘴巴里的时候 甚至还在他们嘴巴里的时候 ok 好 God's anger rose against them 这个时候上帝 ok 上帝呢就非常发怒了 上帝的怒气上升 向他们发作 against them he put to death the sturdest among them ok 他呢就 he put to death put to death 是把让什么人致死 把什么人致死呢 the sturdest sturdest among them 在他们中间 the sturdest 指的是他们中间 最强壮的人 最强壮的人 sturdest sturdest的这个 后面 去掉外 就变成 i-e-s-t the sturdest 指的是 最强壮的人 他们之中 把那些 最强壮的那些人呢 神就把他们给杀了 ok 因为他们实在 太过分了 sturdest可以讲的是 最强壮 最结实的人 cutting down the young men of Israel 然后呢 把什么给打倒了 把什么 cutting down the young men of Israel 以色列的少年人 以色列的年轻人 把他们打倒了 好 32节 in spite of 虽然如此 in spite of all this 虽然如此 这样呢 they keep on sin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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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们继续的犯罪 keep on keep on 是继续的做 继续的做 they keep on singing 继续的犯罪 in spite of his wonders 虽然是 虽然是他的 神行了这些奇迹 是吧 有马拿呀 这些 飞鸟的肉啊 降下来给他们吃 这个都是奇迹啊 奇事啊 in spite of 虽然是这样 他们仍然怎么样 they did not believe 他们还是不相信 不相信他的作为 好 33节 so 所以呢 神做什么事情呢 he ended their days in futility and their years in terrors ok 所以呢 他就 ended their days 把他们的日子 终结了 终结在什么东西 他们的日子 就消失 让他们终结 他们的这些日子 让他们这些 好日子没有了 ok 让他们终结 在什么中间呢 fertility fertility指的是 这种徒劳 无功 in fertility 就是 很虚空 很突然 所以他们的 就让他们徒劳无益 让他们的日子 全部都归于虚空了 and their years in terror 而让他们的年岁 他们的岁月 都在恐惧之中 终结 so he ended 他就把他们的日子 终结 终结在什么之中呢 in futility and in terror ok fertility 就是非常的虚空 一切徒劳无功 什么也做不成 他们四十年 在旷野里 wrong 这个就是 futility 对不对 好 terror呢 是非常的恐惧之中 好 三十四节 whenever whenever God sloot them 每次当什么时候 当他击杀他们的时候 they would seek him 所以每当神 急杀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 他们就寻求神 they eagerly eagerly 是窃窃的 非常窃窃的 窃窃的 很急窃的 很迫切的 很急窃的 eagerly turn to him again 每当神急杀他们 他们就追求神 然后很急切的 要转向神 再转向寻找神 再回转过来 they remember that God was their rock 他们呢 其实是记得的 他们回想 他们记得 他们追念什么呢 神是他们的磐石 神是他们的磐石 that God most high was their redeemer 他们也知道 神至高者呢 是他们的 redeemer 是他们的救赎主 至高的神 是他们的救赎主 但是 but they 但是虽然他们知道 他们脑袋里是知道 but they 但是那个时候 they will flatter him with their mouth flatter flatter 基本上是讨好 谄媚的意思 flatter 讲好话 他们在嘴巴上 with their mouth 用他们的嘴 对神很谄媚 就是讲好话 Lying to him 但是他们欺骗神 用什么欺骗呢 with their tongues 用他们的舌头 来欺骗神 所以他们嘴巴上 讲的甜言蜜语 也许对神 讲什么好听的话 可是其实 他们做的事情 是另外一回事 37节 their hearts were not loyal to him 所以他们的心 对神 不忠诚 ok loyal 是忠诚的意思 对 同时也就是 他们对神的信仰 是不坚定的 不忠诚 they were not faithful to his covenant 他们对于神的约上面 神的约上面 他们也不信实 不忠诚 所以我们可以 loyal 跟faithful 这两个字 几乎是同一字 38节 yeah 然而呢 he was merciful 他们虽然这样 对待神 但是神是有怜悯心的 merciful 神是慈悲为华 he forgave their inequities 这个文字 我们学过 所以呢 forgave forgave是赦免 赦免他们的罪 所以神就赦免 他们的罪 责 their iniquities and did not destroy them 神并没有毁灭他们 神没有毁灭他们 time after time time after time 是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叫time after time he restrained his anger restrained 我们昨天讲过 restrained 是一直克制住 神控制住 克制住 他自己的怒气 and did not stir up his full wrath 神并没有 stired up 就是把什么东西 卷起 搅动起 ok 神并没有 发作他的 full wrath 他的愤怒 他全部的愤怒 所以神并没有 对他们 完全发尽 他的怒火 没有这样做 也许 百分之十 哦 百分之二十 神还是很克制的 restraining his anger 好 三十九节 he remember that they were b flesh they were b 这个b 是only的意思 所以神是想到 这个remember 可以是神想到 神回想起 他知道 这些人 这些子民 他们不过是 flesh they were only flesh but flesh ok 就是only的意思 他们不过是 雪肉之躯 这些子民 都是雪肉之躯 a passing breeze passing breeze 就像 经过的 就是 吹动的 一片 一阵风而已 他们只是 passing breeze 好像经过这里的 一阵风而已 breathed是清风 that does not return 他们就像 一阵风 永远不复返的 吹过去了 就没有了 这些都是 雪肉之躯的人 神同情 怜悯他们 好 四十节 我们来看 how often 这个地方不是 真的问how often 这个how often 的意思是说 有这么 多少次啊 多少 这么多次的意思 how often they rebel against him 他们都是 叛逆他 都是对神 叛逆 来冒犯他 in the desert 是指在 旷野里面 在旷野 那四十年里面 多少次啊 他们都是 叛逆 是对神叛逆 and grieved him grieved him grieved him 是让他伤心 让神非常伤心 in the wasteland wasteland 跟这个desert 差不多的意思 wasteland 也是荒无人烟之地 所以就在那些 荒无人烟之地啊 他们让神 好伤心 ok 好 四十一节 又来了 again and again 这些犹太人犯错 是一次又一次 好 我们前面 time after time again and again 都是一样这样子 一次又一次的 they put God to the test 他们一次又一次的 试探神 they vexed the holy one of Israel vexed 表示他们让这个 很痛苦的意思 他们让这个 holy one 这个圣者 这个唯一的真神 圣者 这个就是我们的 以色列的圣者 以色列的圣者 他们让以色列的 至圣者 可以说是至圣者 让这个至圣者 非常的痛苦 非常的痛苦 所以啊 他们所做的事情 真的是让神 非常的难过 非常难过 好 所以这个 vaxed就是很苦恼 很伤心 很痛苦的意思 第四十二节 they did not remember 他们几乎都忘记了 这些 以色列人 常常他们就不记得了 ok they did not remember his power 他们都忘记了 神的大能 他的能力 大能 the day he redeemed them from the appraiser 他们都忘记了 那个大能 什么大能呢 就是那一天 ok 当神赎他们 把他们赎他们 脱离那些敌人 的时候 这个appraiser 是怎么样 是他们 跟他们的反对方 迫害他们的人 叫appraiser ok 所以他们都忘记了 神的大能 那一天 那一天是什么时候 是他把这些人 从子民 从这些敌人的手中 救赎出来的时候 脱离敌人的时候 那个大能 他们都忘了 好 那一天是做什么事情 他继续 叙述一下那一天 the day he displayed his miraculous signs in Egypt 就是那一天 在埃及 那一天在埃及 神展示了 彰显了 他的奇迹 他的神迹 his wonders in the region of Zorn 他在Zorn 这个地方 这个地区呢 他所做的 这些奇事 一个埃及 一个Zorn 这两件事 这些人 通通忘记了 四十四节 he turned their rivers to blood 他把他们的河水 都变成了血水了 they could not drink from their streams 他们从这些 溪流里面 水流里面 都是不能喝的 they could not drink 因为都变成血水了 好 四十五节 he sent swarms of flies swarms of flies swarms是一群一群的 特别是指那些什么 小昆虫啊 或者是什么东西 这一类的 就是那些 飞来飞去的 那些飞来飞去的 苍蝇 一群一群的苍蝇呢 that devoured them 所以神派的 这个成群的 这些苍蝇呢 就是吞噬 他们 devoured 就是狼吞虎咽的意思 像动物的那种 吃东西方法 狼吞虎咽 把他们给吞噬了 and frogs frogs that devastated devastated them 然后还有这个青蛙 还有派出青蛙 这些故事 都是我们在出埃及记 的时候可以看到的 当时又讲到 有这些发生的事情 有苍蝇 现在又有青蛙 青蛙呢 devastated them 所以青蛙也毁灭他们 把这些人给毁了 好 46节 46节 He gave their crops to the grasshoppers 神把他们的这些 crops 是指他们的农产品 他们本来该收成的 这些农产品呢 把这些都给了 grasshopper 给了蚱蝗 蝗虫 所以一旦把你的农产品 给了蝗虫 你们就没办法收成了 是不是 they are produced to the locust OK 把他们的这个收成 他们所辛辛苦苦 挣来的东西呢 统统收获 都交给这些蝗虫了 grasshopper 蚱蝗 locust 蝗虫 好 我们今天讲到78章的 46节 我们停在这里 停在这里 好 我们坐以后